从资料库带到这边来,我们去做修改 修改之后我们要按确定更新 更新就是说把里面的资料重新改过资料再写回到资料库里面去 然后呢,那个画面还是挺牛赞的嘛 是在那个去做呢,就admin了 更新完,你把资料呢,说要更新,我们就edit edit就是做更新 那现在呢,我们这边呢,就要去呼叫伺服器行为 做完了,用这个按钮去控制它,伺服器行为 增加一个功能,就是更新记录,就是把写 你有改过的东西,就要写回到资料库里面 好,这就是更新记录 好,他一定会去找到封万 所以呢,你不选,没关系,他自然就是在这个表格里面 一定呢,有一个呢,就叫封万 好,那我们去找到,更新表格找不到,你要自己告诉他 好,封,看一下,这个更新记录 好,封,看一下,这个更新记录 我能够查一下,这个更新记录 什么事情 我能够看 你不是 我是 我 我 感谢观看